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透过Google 然后我们可以从Ebay,Amazon或Ali Express或任何一个购物的网站 找出他们最热门的商品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就是说去做Affail Marketing 或是做Drop Shipping 或是说你自己想要去代理这些产品 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讯息可以节省掉你很多的时间 OK,那现在我们来看我的电脑一幕 首先你现在可以看到这是Ebay的其中一个产品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Ebay这个产品它卖掉1914个这个东西 然后相信它应该是卖得很不错 那如果我们透过Ebay一个一个慢慢看 这样会花我们很多时间才可以找到这些热门的东西 所以那我们如何透过去Google呢 来,那到这里可以看到 我其实在Google呢,我打上了这个指令 in URL就等于是说把这ebay.com 然后这个Force的Item就表示我们只看产品的页面 然后我把这个more than 10 available 这个就等于超过10个以上的库存 然后再来就是sold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跑出来后,我们可以很快的知道就是说 OK,这个产品卖了28个,这个产品卖了7918个 所以这应该是很不错的产品 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看 所以透过这你就可以很快的在这里找到就是在Ebay里面的热门产品 那现在我并没有设计就是说在打任何其他关键字 如果说你对于就是iPhone比较有兴趣 或者iPhone周边的你可以打上iPhone之后 它可以因为依据这个iPhone又再给你更多的讯息是跟iPhone有相关的 OK,所以这是Ebay透过Google的指令 我们可以找到Ebay最热门的产品 那另外这一个是AliExpress AliExpress也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购物网站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透过Google去反向去找说 到底哪个产品其实是卖得很好的 那其实你可以看这是个我在Google打的指令 一样就是AliExpress.com 然后ForceItem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只看到产品的页面 那我再打上了另外指令就是Ordress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想这个产品它卖了531个 然后这个产品卖了181个 然后这个13758个 所以你一样透过这个你可以很快速的找到就是说一些热门产品 好,那我们再到下一个网站 那这个呢是Amazon.com 那一样我们可以用Google的指令去快速的看出哪些是在Amazon上卖得很好的 那指令很相似就是in url Amazon.com GP product这是针对就是美国的Amazon网站 那对Amazon的话它并没有直接称说它卖出多少order 所以我们就focus在Customer review还有answer ques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你可以像这个产品有284个customer review 有154个answer question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产品其实很多人有兴趣去买 而且还有很多人去问问题 相关于这就是很热门产品 那这里有388个customer review 只有超过1000个answer question 有1934个customer review 所以一样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然后你可以找出Amazon上热门的产品 然后大概就是台湾的网站 那现在这个的是奇蒙拍卖 那奇蒙拍卖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找出就是说热门的产品 来在指令上面我们一样是打inurl 其实这里我可以把它改成台湾 OK 就tw.bit.yahoo.com 那你可以看得出这里像这个已售出798件 这个已售出2491件 可以继续往下看 所以一样用这个指令 你可以就找出租在奇蒙拍卖上面 哪些产品买得很好 那另外一个是奇蒙的超级商场 也相似的我们可以用这个指令 就是teerop.mall.yahoo.com 所以我们就只看产品页面 那这个的话我们就把购买人次跟销售件数加进去 你就可以看到哪些产品 像这个购买人次159个 这有1044个购买人次 那还有销售件数 所以你从这里可以很快速的找到 就是说在奇蒙的商场里面 哪些产品是最热闻的 OK 好所以希望这影片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再请到我的网站 那另外呢 我也把这些指令 可以让你直接在我网站上提供 你可以直接下载 然后你就直接去把这些指令复制贴上 那同样这方法 其实可以用在各式各样的购买网站 所以你可以充分利用这指令 找出最热 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最热门的产品 OK 好 谢谢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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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